有一对双胞胎,弟弟生下来身体就不太好 尽管如此,兄弟俩的感情非常的好 在他们长大一些后,弟弟终究是没能挺过来 而弟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上学 为了满足弟弟的遗愿 哥哥每天都会将学校发生的事情讲给弟弟 沃克和威利斯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然而威利斯天生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 这种病导致威利斯天生活不长 不过威利斯的父母并没有放弃威利斯 他们想要让威利斯尽量地多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 提弱多病的威利斯从小就与其他孩子不太一样 威利斯没有办法剧烈运动 也没有办法与其他孩子一样正常地玩耍 好在还有沃克陪在威利斯的身边 作为威利斯的双胞胎哥哥 沃克对于威利斯具有深深的感情 他非常心疼这个可怜的弟弟 威利斯的童年是不幸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像别的孩子一样探索这个世界 但威利斯也是幸运的 他有一个爱他的哥哥 会每天陪在他的身边 威利斯的身体不好 不能运动 沃克就陪威利斯玩一些纸牌游戏 威利斯没有办法走出去了解这个世界 沃克就充当威利斯的眼睛 将他看到的一切都讲述给威利斯 后来到了上学的年纪 威利斯因为身体的缘故 没有办法到学校去 父母为威利斯请了家教 但威利斯却总是觉得差了些什么 沃克知道威利斯期待的是什么 威利斯想要与正常孩子一样到学校去 与别的孩子一起坐在教室里 接受老师的教导 下课后还能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 但这些对于威利斯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沃克想到了一个办法 虽然威利斯不能到学校去 但沃克与别的孩子并无差别 他每天都会去上学 沃克决定将自己每天的所见所闻 都讲给威利斯 就这样 每天晚上沃克都会坐在威利斯的床边 给威利斯讲述自己一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沃克会跟威利斯讲述上课的老师 欢闹的同学以及有趣的意外 沃克讲得有声有色 而威利斯的眼睛也放出光芒 好像威利斯自己也亲身经历了一切一样 可是威利斯终究身患重病 在威利斯九岁的时候 威利斯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后来威利斯甚至连开口说话都做不到了 但此时威利斯并不在意自己的病 威利斯最期待的 依旧是每天沃克回到家 欢天喜地给他讲述学校发生的故事 沃克也并非完全不了解威利斯的身体情况 好多次沃克都背着威利斯在房间里偷偷地哭泣 可他在威利斯的面前依旧展现出笑脸 他想让威利斯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 分别的日子总会到来 可又是那么错不及防 这天当沃克回到家中的时候 威利斯已经不在了 沃克有些猜到了发了什么 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 父母坐在沃克的身边轻声安慰着沃克 接下来几天 沃克跟丢了魂一样 默默地参加了威利斯的葬礼 默默地去学校上课 可情绪只会积累 不会消散 终于 沃克在又一次回到家后 本能地来到威利斯的房间后 沃克的情绪爆发了 他不顾一切地跑到威利斯的墓前 抱着威利斯的墓碑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 悲伤的情绪笼罩着沃克 空旷的墓园回荡着沃克的哭声 慢慢地沃克哭泪了 在抽气中 沃克开始对着威利斯的墓碑 讲述自己这几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沃克讲得非常认真 就好像威利斯还在他的身边一样 一个正在为有人扫墓的女人 发现了沃克 她默默听完了沃克所说的一切 她并没有去打扰沃克 后来 这个女人发现沃克 每周都会来到自己弟弟的墓前 讲自己这一周发生的故事 女人也被沃克的行为打动 她不知道威利斯的样子 但她了解到沃克和威利斯是双胞胎 她照着沃克的样子 做了个卡通娃娃 在沃克又一次来到墓园的时候 女人拦住了沃克 女人向沃克解释了原因 并掏出了那个卡通娃娃送给沃克 女人说 可以用这个娃娃寄托对威利斯的思念 这样沃克就可以每天 把威利斯带到身边 沃克被女人的行为感动到落泪 她接过娃娃 对女人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暖心的小故事 贾丽莎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要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为了能够满足三个孩子的开销 贾丽莎不得不寻求一份高薪的工作 贾丽莎找到了 唯一的问题是 工作的地方太远了 贾丽莎工作的地方坐落在城市的远郊 距离贾丽莎的家足足有十公里 因为在远郊 市里甚至没有直达的公交车 贾丽莎只能坐五公里公交车出事 在步行五公里到上班的地点 而晚上 有时如果因为下班而没赶上末班车的话 贾丽莎要走足足十公里回家 贾丽莎不是没有想过买一辆车子代步 但车子实在是太贵了 贾丽莎赚的钱刚刚够养活一家人 没有多余的钱再去买车了 贾丽莎只能维持目前的现状 有一天早上 贾丽莎像往常一样赶去上班 可就在出了市区的时候 天空飘起了雨滴 贾丽莎庆幸自己带了伞 但很快贾丽莎就不再高兴得起来 雨开始越下越大 风也越来越大 贾丽莎的小伞根本没有办法遮挡住风雨 很快就被淋成了落汤机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雨水打湿了贾丽莎的衣物 使得他们变得越来越沉重 撑着伞的贾丽莎迎风 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以这个速度到上班的地方 必定会迟到 可贾丽莎只能咬着牙继续向前走 就在这时 贾丽莎发现自己身后 有一辆警车一直跟着自己 贾丽莎有些疑惑 她并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 为什么警车要跟着自己呢 贾丽莎很快知道了原因 因为警车拦到了贾丽莎的面前 驾驶着警车的警察 许问贾丽莎要不要送她一程 贾丽莎本想拒绝 可考虑到自己目前的处境 还是接受了警察的好意 原来这名警察最近刚刚被分配到这片区域巡查 贾丽莎每天走路五公里 上班自然也被警察看在了眼里 她非常佩服贾丽莎 因此才决定在此时烧上贾丽莎一程 后来在交谈的时候 这名警察也是了解了贾丽莎走路上班的真正原因 她更加佩服贾丽莎的毅力和母爱 贾丽莎本来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没想到有天贾丽莎又被这名警察拦了下来 这次警察从警车的后座 掏出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警察说这辆自行车是送给贾丽莎的 无关其他 只是因为贾丽莎的行为打动了她 而警察纯粹的善意 也让贾丽莎感到一阵温暖 她不忍心辜负警察的好意 也就接下了这份礼物 从此贾丽莎上班的时候 终于能轻松一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